其实上个礼拜重点我们回顾一下 其实上个礼拜重点大概就是会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 包含就是说第一个像坏回圈 所以前面假如说你对于像坏回圈用的会 相对起来坏回圈可能会出现bug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坏回圈其实复杂度 之前我跟各位说明一下 说明过了两个比较之下 其实主要差异最大差别 当然第一个缝回圈它是有一个范围性的 但换回圈它是有一个逻辑条件 但是我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换回圈因为其实叙述不太容易 所以我的习惯是常用的也许就换回帽 反正我就是先当它怎么样 反正你继续给我跑就对了 所以如果我假设程式里面用换回圈 理论上我会在那个回圈里面一定会加逻辑判断 加逻辑判断 那判断的话里面如果某一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会再搭配一个叫break 所以画回圈 假如说你比较不好掌握的话 也许你可以套用前面讲过的那一些程式 做当成范本 那我的习惯是画一帽号 画一帽号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逻辑判断 ok 那当然你也可以这样画后面 不一定是一帽号啦 因为我个人的习惯 我觉得画一帽号比较好叙述 因为理论上习惯是这样 画一帽号之后 后面的话就让它输入 比如说像是我们前面有什么呢 像是那个Mans CAI 那我就是乱数产生一个月份 然后呢再让它拆拆看 所以输入完之后后面就逻辑判断 所以画一帽号 然后输入 然后再逻辑判断 基本上的话呢 这样的架构 你这样来写程式 我觉得会比较固定一点 而且相对的也比较不容易写错程式 那至于细节部分呢 也许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云端白板上面的相关程式 我有把那个像Mans CAI的这个程式 把它放在那个云端上面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像拆数字 前面我们讲 其实拆数字跟那个Mans CAI 这个最大的差别是Mans CAI里面呢 我们会用到这个串列部分 1到12月部分呢 我们是把资料放在串列里面 然后后面我们又加 这个讲了一个有关输入成绩 那当然输入成绩 我们的这个范例 是希望就让那个写一个写一支程式 可以让使用者不断输入成绩 因为我假设不确定说有多少人数的话 那当我输入-1的时候呢 跳离这个回圈的话 那当我们就画一帽号 那就是怎么呢 让他输入 如果他不是输入-1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成绩怎么样 记录下来 可是如果说我要让他记录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应该要记录在哪里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们用之前的变数的话 假设每一次又增加一个变数 那这样子的话呢 会有无数个变数 其实不好处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会用到串列 OK 那所谓的串列 之前我们在上一半有特别提到 我们在云端白板里面的第五个单元 有个串列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串列上面有一些相关的说明 那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是说 我们会用到一个方法 叫Append 什么串列的名称 Append 什么资料 那这个地方的话意思是说 我们可以把资料呢 塞到这个串列里面 那这个上一半有特别强调 其实如果你假设 不太熟悉的话 你可以参考第五个单元 这个应该是第一页吧 这个应该蛮第一页的地方 那如果 这可以当范本 反正呢 如果你假设要新增资料的话 类似像这样的范 或者你想要新增某个资料 然后呢 它的数量不确定的话 那你就可以利用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范本 首先的话 第一个 建立一个空的一个串列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有一个蛮重要的写法 空的串列 有点像是 反正我就先建一个清单 我不确定说我要放几个资料 然后呢 当这个输入的资料 请输入乘积 输入过来之后呢 如果它不是负1的话 也就输入的是一个乘积 那我就怎么样 如果它不等于负1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资料怎么样 假设它输入多少 输入89分 那不是负1嘛 所以就把这个89分怎么样 放在这个串列里面 所以呢这个串列本来是空的嘛 那89分放进去就89 那再加一个后中刮虎 那如果再一个的话再逗点 比如说88分 如果再一个的话呢 就是96分 类似像这样 那最后当然一个后中刮虎啦 也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让它不断不断输入 那我前面讲过就是在坏耳帽号里面 就是比较常遇到就是 你可以让它不断输入 可是当什么条件一定要break 所以这个地方假设你用一个坏耳帽号的话 一定要搭配一个break 也就是说你要让它具有一个跳出的一个点 否则的话呢这个会变无穷为全 就跳不出来的话 那这个程式会跑到你的电脑当机才会停止 OK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 一定要有个出口 好那就break 然后就最后把这个scope把它print 这个上礼拜讲过啦 所以细节部分 假如说你还是有点问题 我建议是你可以把上个礼拜的影片 可以再重新再稍微看一下 这个是上个礼拜的影片 就是大概第六、第七吧 那后面的话又补充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python里面蛮常用到的 就是外部的档案读取 所以后来我们又请同学 去到我的那个 第五个单元里面 底下会有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的话就是我们的member 这个member.tst 那我请同学在那个我们的 城市的根目里面 先按右键新增一个什么 一个文字档案 那文字档案的档名叫做member 里面的话呢就是把这个资料 从云端上面把它复制 贴到这上面来 不过贴上好因为这个是google的资料 所以你在存档的时候 我先另存了 它好像预设会是utf8 当然你这个地方也可以改啦 如果你将来读取档案 假如说后面不需要特别加一个encoding等于utf8的话 那你就改成ansi啦 因为我们这个档案物件的话预设就是用ansi读取 ok这个好像上礼拜也有提到 那我们就把这个存档然后读取 那读取的话呢我们上礼拜就是直接利用什么方式 假设我今天希望把刚刚的这个档案 读到我的python里面的话 那其实城市非常 其实应该算是非常简短 大概会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一我们可以怎么样让他找到说我的档案刚好就在我的旁边 因为我的城市好像就是我这支城市刚好就在这里会员嘛 所以我的城市刚好在这里会员 所以呢相对于他就在旁边所以你不需要给他什么低帽号斜线 然后后面一个路径再一个斜线不用啦 这个实体路径不需要直接给相对路径 在旁边有一个member.tst 那请你帮我读进来 读到哪里呢 读到这个F物件里面 读到这里哦 OK 然后用open方法 open他 F等于open 这个档案 用R模式 然后呢编码方式因为他里面 存档的方式我没有把它改成ANSI 所以呢请你用UTF8的方式读取 这个很重要这个如果没读他会出现错误 那再来特别注意哦 前面我们是read的 是全部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希望一行一行读取的话 这边请你改成什么 改成叫readlice 这边也比较readlice 本来是read嘛 那这边呢因为我希望一行一行读取的话 叫readlice 那他读进来的话就是一个串列 也就是把这个资料一笔资料 放在一个串列的第一个 中间加做点 第二个 第三个一之类的 最后就结束 那为什么需要一行一行读了 因为我们这个练习 主要是希望得到的结果是 只要前10个会员的 两个栏位资料 比如说我这边有50个会员 我只要前10个的话 这地方该怎么做 当然这个地方如果指前10个的话 那变成你就是可以用for i in range 从第0个 因为他读过来的那个串列编号一定从0开始 0的话呢 指的就是呢我们这个资料里面 member里面的第几个 就是这个 他的栏位名称 那1的话刚好就第1个 所以我就读到11是停下来了 所以是到第10个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指的就是什么 我只要前10个会员 所以这个地方哦 for i in range 我只要这个前10个会员 帮我读进来就好了 OK 那另外的话如果我只要姓名跟手机的话 怎么办 这个时候的话你就需要多一个动作 就切割 切割我们前面有讲过啦 就用SPRIT 哪一个 比如说我把这个 这个第0个读过来的话 那我只要姓名 跟手机的话 那他编号一定是0 1234 那SPRIT的特别注意啊 就把这个资料 他后面有个换行 把它去掉 所以用SPRIT 那如果要切割开来的话 就是用SPRIT 豆点 所以把它按照豆 那得 放在List2里面 那如果我要把List2里面的第1个就是姓名 跟第4个就是手机 抓出来的话 那很简单 我只要List1里面的第1号的哦 就是姓名 跟手机 OK 其他的就不会显示出来 所以我把它执行的话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执行结果的话 他就会只有姓名跟手机 而且只有前10个 OK 这个是上个 礼拜讲到的重点 那有同学问到就是说 如果这个Member Member目前我们是用豆点分割啦 当然有些资料可能是空白 可能是 TAB 可能是其他符号啦 那不过没有关系啊 你可以编辑假设我把它取代一下 比如说我把豆点 取代成什么 取代成空白 按个空白键 把豆点取代成空白 全部取代 然后并且怎么样 把它存档 儲存 那如果当然你现在如果假设 你要把 这个豆点改成空白的话 其实很简单就是把豆点的位置 放一个空白键就可以了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你把它执行 他读进来的资料 一样 切割 没有问题 OK 所以这个 同学问到这个问题 顺便补充一下 那这个上个礼拜的一些重点 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 要继续再来看有关档案读取的部分 那我这边呢有一个 在更进阶的范例 那 就是要把多个档案做分割跟合并 那难度又更高了 那在讲这个之前后面好像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存档 假设啦 因为 同学有提到说 老师我希望可以把那个 我们产生的这个最后 10个会员加2个栏位 这个资料可以帮我存起来 那前面的话 我们都是用R模式 所谓的R模式 就是什么 就是把资料 读取进来 那如果你要存档的话 很简单 你只要把这边改成什么 W模式就可以 W W就写 OK 所以你只要写 那写的话呢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如何 再把我们得到的这个 也许我们做完的 一个 这个资料 我想要把它存档 或者我们的简报 我们的报表 假设我们要得到一个Report 然后要输出的话 因为如果你 假设没有存起来的话 那这样应用就是一个 一个问题 所以 这个地方 我们要怎么样 存档起来 OK 然后这个讲完之后 后面我们再来看 有关就是 档案的合并分割 这个难度可能又更高 OK 好吧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先试着把那个上个礼拜的一些重点 稍微回顾一下 因为我们后面会用到的 这个 这个功能其实跟前面都会有一个 这个关联 可以一层一层的 所以请各位呢 把我刚刚讲的那些部分 稍微再复习一下 那待会的话我们就是 看把那个档案存档部分讲一下 好吧 他还能拥